IMB集團全台狂詐騙25億 接受詐騙集團房子跟車子的 民進黨立委陳歐珀宣布退選 還強調自己跟詐騙集團不熟 但藍軍大爆料 不只陳歐珀用詐騙集團的房跟車 陳歐珀太太的婦女聯盟 登記地址也在詐騙集團給的辦公室 女兒更是和祖先黃國偉的女友 張淑芬一起買房投資 根本全家都被詐團給包養 賴清德副總統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提名的候選人裡面 是類似陳歐珀的情況 有政治人物去使用詐騙集團的 車子跟房子 這樣不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嗎 民進黨不需要去做一個檢討嗎 陳歐珀喊出是死汗未清白 放棄競選連任 但諷刺的是上一位喊清白 又退選的人 就是涉嫌論文抄襲的林志堅 藍軍炮轟難道要變林志堅2.0 是有部分的派系在挺陳歐珀 而我們想到過去 全黨挺林志堅的抄襲 像是不是全黨挺陳歐珀的詐騙集團 暗逼詐騙首腦難道真的跟綠營高層牽扯不清 立委津報前總統府秘書長蘇嘉全 和前檢政書長陳嘉欽 竟曾和通緝中的詐騙首腦曾國偉同桌吃飯 是不是代表我們的政府高層呢 他們的往來實在太過複雜 是也跟這些通緝犯 詐騙犯 他們之間有什麼串連勾連 我這個詐騙集團 是不是支了一張綠色蜘蛛網 還要打仗的執政黨 卻嚇到立委 上到總統府大官 頻頻遭到爆料 跟詐騙集團首腦往來密切 看在受害者眼中不知是什麼滋味 記者張正銘 李璇 SNG小組台北報導